下一題 他說誰不亮 不亮是甚麼意思啊 沒有感應電流 誰不亮就是誰沒有感應電流 誰不會亮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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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會亮 可愛大帥哥 有一位可愛大帥哥叫做 31 31號 小老師大人 A A不會亮 請說一下 你的答案選擇叫做A 來 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就會有燈泡會亮 然後呢改變電流的大小或者是方向 或者是有相對運動 就會有磁場變化 所以C珠是改變電流的大小 AB的B是有相對運動 所以它就會有變化 所以就有感應電流 所以會亮 那麼A就是沒有變化 所以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就不會亮 所以答案就是A 好很簡單 再問一個我剛才也講過的話 到底哪些方法可以改變 剛才的講解過程中就已經帶到了 哪些方法可以改變 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我就問過嘛 哪些方法可以產生磁場變化 哪些方法可以產生磁場變化 好來停車站界問哪些啊 來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0號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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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場變化率是講大小的啦 我問你說什麼方法可以有磁場變化 還有別的方法嗎 我嘴都快要出來 我愛的你什麼都不知道不好吧 我們的線圈跟磁棒或者是載流導線間有相對運動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你的磁場是由電流給的 就改變電流改變大小或改變方向 還有一個我們剛才講發電機怎麼做的 轉圈圈嘛 發電機在磁場中旋轉嘛 就所謂的磁通量發生變化嘛 那我們一般的考試考是前兩個嘛 一般考試考是前兩個嘛 改變電流嘛大小或方向 或者是有相對運動靠近或者是遠離嘛 這就是告訴你回到前面那個小問題 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請問你如何有磁場變化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 下一題 請問你 誰跟別人不一樣 這不需要交冷次 不需要交冷次 根據做實驗的結果你就知道誰會不一樣 N靠近跟N遠離不一樣 N靠近跟S遠離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知道誰跟人家一樣或者是不一樣 判斷這件事情是不需要冷次定律的 根據我們做實驗的結果你就會了 是 帥哥男 可愛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三五 三五號 三五號有嗎 可愛的 叫做對我微笑 A喔 你就猜A 因為有人暗示你答案A 沒關係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好我相信你 A 那為什麼是A 就是 如果變化情形相同 電流就會相同 變化情形不同 電流就會不一樣 所以 CD是S遠離 S遠離就等於N靠近 S遠離就等於N靠近 所以三個一樣 那只有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就叫做 SS靠近 SS靠近 所以不一樣 所以答案就選A 就是 不用學冷視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是誰了 答案是誰了 畫的減流計 偏左偏右 可以看出來對不對 OK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36 下一題 請問你 組合誰完全正確 這題是人家線圈上 已經畫了感應電流 所以你就可以用安培 給右手去比出來 它哪一邊N 哪一邊S 然後就看圖 看圖這樣對不對 它如果 右邊真的是N 那你S遠離對不對 N遠離對不對 你就知道誰對誰不對 好 你因為它已經發明 這個四個圖都一樣 你還會不用反過來比 不用畫 你都一樣 四個圖的性 跟電流都一樣 你一比就知道 誰是N誰S 看圖對不對 你就會曉得了 OK 好來 來 可愛的大帥哥 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27 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誰 A A 答案叫A喔 A A A 假比 甲比 A 請坐 來 假設S遠離 右邊要升N 右邊要升N 安培右手降升N 沒錯 它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那每一個圖都一樣 所以每一個都是右邊升N 右邊升N應該是S遠離 或什麼 N靠近嘛 N靠近 所以柄也是對的 那恰都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是假柄 不假柄 了解嗎 OK 小事一樁 沒問題 下一題 就是發電機 問你敘述何的正確 小問題 小事一樁 停車戰界問 那這個只是一個 就是了解發電機就會的事情 來 可愛大美女叫做四號 四號 你的答案 你選豬喔 你選豬嗎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謝謝C 我們說感應電流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所以 A是錯的 我們說這是兩個圓形的極電環 所以它叫做交流發電機 與磁流發電機是兩個相對的半圓形 所以呢 B是錯的 發電機是轉一轉 然後有電 所以是動能變成電能 所以C是錯的 所以只有A 所以為了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跟線圈密度有關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一些練習 OK嗎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